好,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 我们新的一个星期又开始了 这是张伯丽谈天说地的时间 现在是美国洛杉矶5月18号 是我们中国大陆的5月19号了 这个时间过得真快 这一个星期很快就飞快的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 我现在我们同时开的有一个入母 有一个入母的房间 我们同时在开放 那如果你是在翻墙的 你到我们这个空间里来的话 你翻墙有些的不方便的话 你可以上我们的这个入母 这个比较方便 那我再把入母的号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入母是3578007088 3578007088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密码是586489 我们也请我们的同工 如果你在YouTube上 你给他打一个 打一个这个我们的密码 让这个后来的这些朋友 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入母里边 尤其国内的 我们这个为了方便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 和朋友们来听 这个谈天说地的时间 所以呢我们就开了这个入母 好,大家看到了 看到了,谢谢,谢谢 谢谢看到了这个 我们已经打到了留言簿上 所以你们可以根据这个留言簿来选择 好,那今天我来分享的题目呢 这个是流亡者之四 从香港到美国 那在分享之前呢 我关于我这个个人的这个谈天说地啊 还是有一点的小小的说明 这个谈天说地呢 是我个人空间 就不是我们教会的 这个,所以呢 这个我这个个人空间呢 我可能啊 就是在礼拜五 礼拜六会带大家查经 这是,我是说美国事件啊 那礼拜天呢 我虽然不上了直播 但是我会把主日的信息 我讲到这个礼拜天 讲到的信息 当我讲完 大概不到几分钟 你就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谈天说地 这个平台里边 那弟兄姊妹啊 不管是美国的 中国的和世界各地的 你们都可以根据你们的需要 来啊 来这个 这个这个 上到 进入到我的平台来听主日崇拜的信息 这五六天 那一二呢 我就会谈一些 我这个最近我要啊 口述这段历史 就是流亡的生活 流亡我说经过的国家 经过的人 经过的事 那是要可以披露的 我就会跟大家来有个分享 哎呀 最巨大历史 做一个记录 那么礼拜三呢 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 东西两岸 所以我要带领祷告会 所以礼拜三我就 啊 没有这个时间上 因为东部也要开始 所以我们就 啊 不可能在六点钟来到这直播了 所以礼拜三我就休息一天 那礼拜三 大家如果你愿意进来 你可以看过去以往的 啊 这些节目 啊 这个这个 有些你没有看到的 你可以去看啊 好的 好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呢 大概节目的啊 这个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这个新开的 入母啊 现在我们看到入母 也很多人上来了 那么大家如果啊 国内有啊 弟兄姊妹想啊 进入这个空间 你可以加进入 room 啊 这样我们两边可以分流一下啊 啊 这国内的弟兄姊妹有些方便 好不好 好的 感谢神 我这还是有一些花粉过敏打喷嚏 我这喷嚏特别响啊 我这一打喷嚏 很多人都害怕 现在这个我一到外边 我一个喷嚏 所有人都吓我跑了 所以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就接着上次来聊 那上次我们谈到了 我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 那这个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从我这个第一本书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本书 逃亡者 现在有人要买啊 那我这没有了 新加坡还有 那么新加坡的分堂 我们素红传到那里还有 那如果你要买的话呢 你就把你的地址 这个这个留下来 那我就会告诉红寄给你 这个 到时他会跟你联络啊 你电话地址 或者你的email都可以啊 这个书 我在写的过程中 大家看到 帮助我的人不下百人 我在中国 能够有两年的逃亡生活 全靠这些朋友们的帮忙 这里边什么人都有 那当然这里边有政府官员 也有警察军人 那也有这个铁路员工 还有这些亲戚朋友 还有普通的农民 老百姓 很多啊 那么这个所以呢 我是非常感恩的了 我能够来到美国 我相信这些人都是上帝 放在我身边的天使 他帮助我走过人生的 最困难的一段 所以让我对人生的感悟非常深 首先我会感到 不管环境多么恶劣 我们的神 是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保护我们的 这是一 第二个 不管这人的 现在这个世界多么败坏 但是人的善良 人的善良 人心里的善良 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在逃亡的过程中 我对我的未来没有灰心 也是因为这些人的善良 因为他们的善良 那这个让我能够走到今天 也让我心存善意 那我 上次我讲到了 我逃到香港 是1991年的6月12号 我是1991年6月13号 中国政府发的 对我的通缉令 这个通缉令 这个当我有了通缉令 我才开始逃亡 那么 这个时间 正好两年 我觉得好像 这个 不多不少 正好两年 所以我就 逃出生天 就来到了香港 但香港那天 美国大使馆 领事馆 把我安排到了 这个香港 湾仔的 这个 万豪 酒店 我在那里有一个晚上 只有一个晚上 说实话 那一个晚上 真的是 感慨万千 第二天 当这个 大使馆的 这个 这个官员 张先生 告诉我说 我们要把你交给 英国政府 我当时不愿走 我对英国政府 当然也不太放心 也没打过交道 你看我这一年 逃了两年 不是跟苏联政府 打交道 就是跟美国政府 打交道 当然也跟中国政府 打交道了 就是跟这个 英国打交道 我就说 这个安全嘛 他说 你应该相信我们 你相信我们 就应该相信他们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如果不把你交给英国人 你是无法离开香港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把你从香港带出去 所以呢 你这个 你这个 在香港 多一天 就是外边知道了 就对我们 就工作很被动 那我说 我可不可以 出去走一走啊 转一转呢 比如说 见见我当年 在广场啊 那些 香港采访 我们的那些老朋友 他说 那你就比较麻烦 如果你被香港 记者知道了 那我们这个 就不能这么快 离开香港 那你是想 快点离开香港呢 你还得想 香港留一段呢 我说 那当然越快越好啊 他说那好吧 那我们就 你就听我们的就好了 所以我这个到香港 是9月12号 那不是 那个6月12号 6月13号 我在宾馆待了一天 这个期间呢 美国领事馆派人来 移民局的 就帮我办了 美国的移民手续 我就在那里 就批准了我的绿卡 我把绿卡 所以需要的表都填了 填完了以后呢 这个给了我一封信 这封信是美国国务院的 一封很特别的信 这就是我唯一的 一个身份证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那我就拿着这封信 带在身上 然后他们就把我 带到了这个 一部他们大使馆的车 这个汽车呢 就在香港 在越开越高 越开越高 我对香港一点都不了解啊 我也不知道了解 香港是怎么回事 我这个香港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那我就觉得 这个开开开 开到半山腰上去了啊 开到半山腰以后 这个英面就开了一辆车 就在半山腰 在观景台 那个停车的地方 就很多的游客 可以在那把车停下来 看那个山下的风景 那个风景 看整个的本港 和那个海湾 维多利亚海湾 可以看到那里 所以我车一停下来的时候 对面一辆车开过来 同时 同一分钟 就停到了这个停车场 两个车挨着的 两个车门同时打开 我就从这个车 就被 推到了另外一个车 这个时间 大概就是一秒钟 我就到了另外一个车 那个车 美国的车就开走了 那我就进了一个 这个 这车坐了四个人 加我是四个人 有三个人 那我发现 这个开车的是个英国人 是个美国 西方人 那坐在车旁边 那个长官向的人 是个中国人 我当时就有点紧张 结果那个 那个中国人就开口了 他是香港人 他说张先生 你不要紧张 我是虽然我是华人 但是我是英国人 我是英国政府 英国政治部的 这个 他就去介绍他自己 我就不说他是谁了 然后呢 那我就放下心来了 这个车绕来绕 其实那是就开到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别墅 那我们就停在这里边 这就是他们英国政治部的 一个一个地方 然后当我进去 非常干净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 放了四张床 每张床都很干净 也有蚊帐 当然跟那个万豪酒店比 那比不了 但是他这个条件 非常的好 然后很高大的落地窗 然后就带我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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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裔的英国的政治部的官员 就跟我说 对面就是新华社 他们的望远镜 一直在往里望 所以你最好不要靠近窗口 你就 这个他把窗口用这个 拉上 因为拉上 我也闲着闷 我就把它打开 打开 但是有个沙帘 拉着 往外可以看看 这个山的景色 但是他说 你最好不要靠近 靠近 这个 他们会知道 你已经到了香港 所以还是不希望 他们知道为好 那我就比较听话 那我那天晚上 这个 就 香港的两个警察就来了 这个就是他们 因为香港的政治部 跟这个香港的警察 鼠是连 连到一起的 他们应该是一个部门 当时还是港英政府 但是警察是香港人 那警察来找我谈话的内容 就是要了解是谁 帮我从深圳 到的这个香港 他问我是怎么度的 用什么工具 是到哪个地方停下来的 那当然我不知道 我知道也不说 我说我不知道 我这个稀里糊涂的 把人是个船 这个 人我也不认识 我确实不认识 我真的不认识 就是这个 那天跟我在 刘华宾馆喝酒 那个老大 根本就没露面 都是他的底下的工作人员 来帮我 我说我不认识 另外他们也不让我说 在哪上的 那我哪知道 我知道那是元朗了 大概 但是我不会说的 我说我不知道 香港我也不了解 所以他问了两个 都要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他就看着我笑 他说你这个 你这个人很有意思 你知道不能把你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你什么都不说 我说那你能把我怎么样 要么就把我带走 带到香港警察署 能怎么样 你把我送回去 你也不会吧 对吧 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对吧 你就是要了解 我能说就说 不能说我就不说 我就没说 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他们就给我量 这个我的身材啊 这个脖子啊 腰啊 就开始给我做衣服了 因为我到香港 我就穿个短裤 那特别冷 他那个香港 那个屋里边 那冷气开的 大得简直 我受不了 你知道 我就穿个短裤 穿个T恤 冻的我都白天 我都穿到被窝里去 这个这个 然后他 他那也没有被子 他就是个毯子 你知道吗 我就晚上 把他四个床上的毯子 我都盖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 冷气那关 他也关不了 这个东北人特别怕冷 你别以为东北人扛冻 东北人怕冷的啊 所以我就装到 那个坛子里边 他给我量好衣服了 第二天 给我做了一套西装 哇 那西装还是很漂亮的啊 我从来没穿过 那么好的西装 然后有两件衬衣 一个腰带 一双皮鞋 几双袜子 那么还有一个手表 这是英国政府 给我做的这个 做的衣服 否则我也出不去啊 我穿短裤 我不能上飞机嘛 然后 头天晚上就开始跟我谈 我们怎么进入到机场 就沙盘推演 反正我整个的经过 我都经过了 好了我都 我这个人逃亡 也有这些经验 他一说我就懂 我就懂了 第二天 那是14号 14号 6月14号 2019 1991年6月14号 早晨 那这个 我就上了这个 上了这个一个汽车 这个车很大 窗帘都拉着 里边有四个人 然后呢 上来的英国政治部的官员 跟我说 你在机场会看到 一些这几天你见到的人 在我们这楼里边 见到的人 但是你不要跟他们打招呼 你就 我们会安排你上飞机 我也没有护照 什么机票也没有 我就跟着走吧 我们的车就很快到了 这个启德机场 在启德机场的时候 我们就从后边就开到了 没有任何的检查 我们就开到了这个 停机屏 然后那是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 UNET 那这个很大的一个波音 747飞机 当我们停到那以后 一个旋梯开过来 就一个旋梯开过来以后 我就跟那个一个英国的官员 这个是个英国人 这不是中国人 但这个人中文讲的特别好 他陪我就登上了这个飞机 周围飞机下边有十几个人 我都认识 我就跟他们也不打招呼 我就点点头 我就说了一句中文 我说谢谢 谢谢 我就上了飞机 上了飞机 我们就坐在 我们坐下来 那个飞机坐很大 我跟人想 这美国的飞机不错 座位特别大 很舒服 可以躺下来 我也不懂 因为我在中国就坐过两次飞机 都是普通舱 我更不懂 那个是商务舱 那叫Basins Class 我也不懂 然后我就坐在那等啊 等了大概有40分钟左右 这个开始有人登机了 开始放人了 所以我是从后边没有经过安检 没有经过安检 后来我来到纽约的时候 李璐跟我说 说你那个车很特别 把你送到机场那个车 是港都的车 那么只有港都的车 可以进入到机场 不经过安检 所以全港就那一辆车 所以他逃的时候 也是坐那辆车 进入到这个机场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为了我们一个人啊 这个美国 英国 香港 这个港方 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切磋 后来才知道 这个我也非常感谢 当时的港英政府 非常谢谢他们 当时的这个港英政府的 这个 这个 总督啊 总督叫 魏一信啊 叫David Williams 这个David呢 这个他做的时间还是蛮长的 89年的就做 一直做到92年 好像退了 后来我们知道 中间有一年 以后就是彭定康 彭定康后来一直做到97年 香港回归 是这样一个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很顺利的就 离开了香港 但是我上飞机的时候 我这个朋友啊 陪我这个这个英国人就跟我说 说你现在并不完全安全 你还要经过日本 我说怎么没考日本去了呢 他说因为这个联俄港公司呢 是从日本要转下的飞机 要停留一下子 有人登机 停留的过程中 你还要过一次安检 我说那我怎么办 他说你就 你就跟我走吧 反正我给安排 你就祷告吧 你不是会祷告吗 那我就 所以我也就真的祷告啊 这个 真的没有护照 也不在自己手 这叫偷渡啊 这也是偷渡啊 那所以我们到了日本的时候 哎呀 日本好漂亮啊 我们当那个飞机飞到日本 成天地上上空 往下降落的时候 那日本这个稻田呢 那简直看着漂亮的不得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好的这个景色 哇 这个觉得自由的空气也好 这个植被也好 这个真的是觉得出国了 感觉挺好 真的很好 跟我在大山里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后来这个我就到了这个 这个就到了 日本转机的时候 当我们走到了 从飞机下来的时候 就两个日本的警察 就过来了 就跟这个英国人就 他讲英文 就两个警察带着我 带着我们两个人 就从安检的那边过了一下子 我们就又重新 等了一会儿 吃了一碗日本面 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个商务仓 是有那个贵宾席 可以吃东西的 吃了一碗面 还有酒啊 送我那个朋友特别能喝酒 我觉得他喝酒可能比我都能喝 我后来来到美国20年没有碰过酒 这个因为后来得了病以后 再不能喝酒了 所以在那之前 我还真的是还挺能喝两口的 那个人我们俩 在那个贵宾时 我们俩就喝了一瓶多 红酒当然红酒 后来我们就登上了飞机 这个飞机就起飞了 起飞了 他就握着我的手说 你安全了 你安全了 所以飞机经过了十几个小时 我们就到了这个纽约 到了纽约 所以当我们到纽约的时候 当纽约的时候 这个 当时的这个 我就有点紧张 我觉得这个要下飞机了 究竟未来怎么样 他说我把你送到纽约 我就要回去 我说那我怎么办呢 他说 你有人负责你 你不用管了 我下一趟飞机 我不会停留的 我就回去了 我也看到他 你说这一路上 十几个小时 蛮辛苦的 真的他 因为他也不敢睡觉 我是又吃又喝又睡的 对吧 他也不敢 等到美国的时候 他就问我一句 他说你在想什么 他看我眼睛 有点要流泪的样子 我就说 我说我在想监狱里的朋友们 我在想汪丹 我在写杨涛 我在想这个天门 这些坐牢的学生 他说是啊 全世界都会纪念他们的 他们有一天也会像你一样的 获得自由 那一天真的是感慨万千 当我们到纽约下了飞机的时候 这个 我就 出了海关 在海关门口 这个就是 那个你不要出关吗 一门去给你卡张 那我那什么都没有嘛 我就一张纸嘛 对不对 那当我拿那张纸 刚走到海 那区警察很有意思 大概十几个美国警察 拉了一个很大的条府 他说你看 欢迎你的 你别担心了 欢迎你的 他们都安排好了 所以呢我就 他把我交给美国警察 这美国警察热情啊 恭喜 恭喜 然后呢 这个这个 当然这个都是 没有没有报告给新闻界的 没有新闻界 没有记者知道的 我们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一个 他们那个屋子里边 大家叫小黑屋吧 是吧 我就在那黑屋里边 开始就办这个 入籍的手续签名 签一大堆文件 签我也看不懂啊 能让我签 我就签了 我就签签签 签完了 他给了我几张 他说你现在在美国 你就是自由了 那我说我去哪啊 你看这就我今天 跟大家谈重要问题 我去哪里啊 他说 我们会安排 一会儿又会有个飞机 你上飞机 我又要坐飞机 我不知道去哪里 他说了一个英文词 叫菲勒达菲亚 那后来我知道 这是费城 菲勒达菲亚 菲勒达菲亚就是 兄弟之爱的意思 兄弟之爱 费城 费城这个名字 特别有意思 那我就等吧 我吃完饭了 我就等着这个 坐这个小飞机 然后我就 他说你把你所有的资料都 都拿好 我就装好 我就就一个小小 他给我个皮包 那背着一个书包 我书包就放好所有文件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把领带 解下来 有点轻松一下 我就准备登另外一个飞机 后来他们就过一会儿 就有人来带我去了 一个飞机 这个小飞机 就我一个人 就我一个客人 那么机组人员有三个 就我一个人 小飞机飞得很低 就在云彩中间飞 那时候 颠簸得也很厉害 因为纽约到费城很近嘛 没多远 那当飞机飞到上空的时候 我知道我安全了 我来到了美国 这很特别 所以后来 这个 我那个那张机票 那张机票 我也留好了 我留好了 后来我到了 普林斯顿的时候 这个 刘宾燕先生的夫人 叫朱虹 朱虹大姐 她到 她开车来接我 接我的时候 她到刘宾燕家 坐下来聊天 那时候 看了那张机票 这个 这个 然后那个谁 朱虹大姐告诉我 说你坐这个飞机 挺贵的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这叫 这个是商务舱 我多钱这张机票 她说还不得三四千美金 挺贵的 我说真的 那么贵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还呢 她说你要还的 这后边有封信 在那个机票 那信封里边 说这个 这是联合国 联合国 一个组织给你提供的 好像是个记者 一个国际记者协会 给你提供的这个机票 所以你要还的 这个 哎呀 我说那就以后再说吧 这张机票 二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他们寄来了 朝我要钱的这个 这个信 这张机票 这封信 我现在还保留着 我特别感动 这封信 这个 说 你欠的我们机票钱 是九十九块 美金 九十九块 我说这么便宜呢 然后呢 这个 我太太说的 那人家呢 就是慈善嘛 帮你嘛 就是结个账嘛 对不对 然后后边写 如果您 没有钱 您可以分其付款 后来我说 那就赶紧给他一百块得了吧 多给一块 这个九十九干嘛 我太太说 不行不行 人家要九十九 你给九十九 他没法结账 这是美国的规矩 这就是你看 从香港 逃到美国 这么多人帮忙 不仅有美国 有英国 还有香港的政府 以及联合国 就为了救一个逃亡的学生 这个国际上用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来帮忙 所以想起来心里特别的感动 所以呢 感谢主 那后来我就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 费城 到了费城以后呢 这个 人家那个飞机 下了飞机 没人带我了 我这个好像这个人 就不会讲英文 然后眼睛也不认字 这个到来到美国 突然变成瞎子 笼子 然后的这个拐棍 一直是有人带我的时候 在香港 那我有一点不怕 结果我就有点怕了 我也不知道去哪啊 到时候我就等 他跟我说的很清楚 他有人接你 这个人是个 Police Woman 那我这英文不太好 我就问了两遍 他就告诉我 戴大杠帽的 我就想 Oh Police Woman 我就 那是也没带字典 你知道吧 就大概我了解 是一个女警察 但是呀 因为Police我知道 我们在中国大陆抗议 老说Police Police 就警察嘛 但是我们那就是女的嘛 那家企就是一个女警察 那我结果下了飞机 我在飞行机场 等门接我 我见一个女警察过来 我就跟她走了 这就错了 我又不动就好了 我又不动 我又在这不动 在这个停机口里不动 我的人生可能就另外一个样子 今天就没有张梦师了 他们美国政府给我安排的 就是把我安排到一个乡下 用一年的时间去学英文 然后送我去大学 念书 安排的就是这样子的 给我安排一个 一对老年的夫妇 专门扶着我一个人的生活 我到人家里边去 是这样 后来我才知道对我的安排 那时候我就 我也不知道 我在等了半个小时 不耐烦了 我就看一个Police 我门来了 他见我 他也很有意思 他见我还笑 他一笑 我就心话怒放啊 我想这行了 接我的来了 我就跟着他走 结果跟他走哪 我跟哪 他给他跟烦了 他就很不高兴了 他说你 你跟我干嘛 我说阿东东 我也不知道干嘛 我就给他看我那封信 他说OK啊 你这个很 你这个意思就是 你这个 去哪都OK啊 你 你跟去摘摘他 你这个 或者你Go Home 4K都可以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这个警察打我也没办法 这女警察就打了个电话 好 来了一辆车 我一看这辆车 我太高兴了 里边是中国人开车 我想这 他终于明白我了 这可能是 啊 那个 有中国人来接我 让我去那个地方啊 这个 好了 我就上车了 这个我就跟接我 那个女警察 就整个的失职交臂 那么他到机场 普洛空 我丢了 我在美国第一天晚上 丢了 1989 1991年 6月15号 6月15号 那天夜里 我就丢掉了 然后呢 上车 我就跟这个 竞争车司机啊 这个是竞争车 我也不认识 我竞争车 我不认识 这个黄色的 我坐上去的以后 我就跟他说 哎哎哥们 这个 你 这个谁 谁让你来接我的 他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他不会讲中文 那你谁啊 他说 I'm Vietnamese 他越南人 我一听 我更糊涂了 他怎么跑到越南人 进上这儿了 那他就问我 Do I have money 我说 I don't have money 我没有钱 美国人就给我一张纸 就没给我钱 不像我逃到香港的黑社会 还给了我一千 一千块钱的港币 我一分钱都没有 所以很多人说 我来到美国 我带了一万块钱 我这个奋斗 这个 我说我来到美国 我一分钱都没有 我真的一分钱没有 我也走到今天 所以 我们这里很多的朋友 也跟我一样 当年一样 来到美国 现在没工作 没钱 没身份 不要怕 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身份会有的 工作会有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他接纳你 只要你愿意 你愿意 他就接纳你 所以我们就 这个也 我经常 所以我们教会经常会有一些 偷渡来到美国的找我呀 我们为他祷告啊 很多都拿到绿卡了 找到工作了 结婚生子了 信主了 所以我常常说 你要拿到美国的绿卡不重要 这个很容易拿 但你首先拿到天国的绿卡 我们移民 从中国移到美国 也要从地上的国 移到天上的国 这个我们人生 得完成我们的移民 我们的移民 才是真正的完成了 那我 然后呢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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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司机 看我没money 这个司机 就有点不高兴 你知道吗 那他把我怎么样啊 警察交给他的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我有后台啊 对吧 那他就把我 扔到China Town 他挺有良心的 他没把我 扔到其他的地方 他说扔到China Town 开车就跑了 那是晚上六点钟 到China Town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哎呀 那个 给我感觉到 这个美国 这个天开始黑 我就开始找 那我先找哪呢 我得找 我先找移民局 你知道吗 我找移民局 移民局下班了 我就找到这个教堂 好多教堂 我敲门都不开 我以为 因为那个 带我西主的大姐说 你到哪儿 你就找神 找神的家 那我知道教堂 是神的家呀 教堂都晚上五点钟 不开门了 都关门了 我也无处可去 你看这个 坐了一天 一天多 一天多的飞机 又折腾了 这个半天 所以我 三十多个小时 没有好好休息 我也困了 那我最后 我就 没有办法 我就找到了警察局 找到了警察局 这个 也是个女警察 这个女警察出来了 问我怎么回事 我就把我的信给他看 他说你这没问题呀 他就跟那个警察 警察讲的差不多 说了半天 他就把我从警察局 就推出来了 推着我在外边 我就那时候我抽烟 我就点一颗烟 我就一边漫无目的走 我点个烟 跳舞呢 那个旅馆 那个女老板过来问我 他说 你要住许吗 我说 可以吗 他说 当然可以 有床位呀 我说 可是我没钱呢 我说 你能不能这样 你能不能让我先住 住一个晚上 等我有钱 我再还你 他说不行 我们这个 盖不设账 哇 结果第一次赶到海外 还的冷漠 我在国内逃的时候 逃到哪里去 我跟人家老百姓 说我住一个晚上 没有退去我的 我告诉你 来到美国 真的美国华人 好冷漠 真的好冷漠 我又不好意思 多留人 当也没推 人家说不行 就不理我了 那我就出了吧 出来我在转 这是天已经黑了 大概九点多钟了 我又转回来 那个警察去跟前 我就因为我知道 这个 我看这个不太安全 我想的都不是说 别人袭击 我想的这个 这费城啊 就是海港 那我就想到 苏东山当年的英国 就被抓了 就押上船了 你知道吧 那如果没有英国人救他 他就给带回中国 我想这谁 就发现我了 把我捆起来 扔到一个货轮里 结果运回中国 白跑出来了吗 所以我就很 我就不能离警察局太远 我就在那个警察局的旁边晃 哎 我正话呢 来两个年轻人 这个飞翼的年轻人 这飞翼的年轻人 抽我又要烟抽 那我就 阶级兄弟嘛 我当时是挺热情的 我就给他们每人一支烟 我还拿这个打火机 给他们点着 就在点的过程中 他们包 包抢跑了 抢跑就跑 那我那个时候 那包是我的命根的 我那里边所有的文件 都在那包里 我啥都没有 但就那文件 我如果等文件再一丢 我这人就不知道谁了 你知道吗 谁不知道谁了 那我就麻烦了 我从香港到美国 所有的文件 都是关于法律的 都是关于我身份的文件 全在里边的 还有我那赶民账 你知道吗 那他给我抢走 那我能让我就追啊 我也 我就喊stop 我也不怕 那时候这个拼命追 我那跑的很快 你知道吗 这个我 我因为我在山里待两年 那时候经常打猎 跑特别快 他没有我快 我很快就追上了 追上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抢那个包嘛 我也不能打人家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发现那两人 还撒腿跑 他怕我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他不是怕我 当我追的时候 那个女警察 拿着一个警棍 就在后边追过来了 他是怕那个女警察 他不是怕我 对吧 然后呢 当我就抓住那包 那人就跑不动了 他拉着包 我拉着包 这个女警察 就一棍子 就把那个 那个飞翼的 那个年轻人打倒了 打倒了 就把包抢过来了 然后拎着包 拉着我的手 就把我拉进警察局了 就我来到 美国的第一个晚上 我就在警察局 那我实在受不了困的 我看有个沙发 我一躺 就睡着了 就啥都不知道 好吧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那我这个 这两天分享太长 很多人给我提一件 说你这个分享的太长 你能不能短一点 你长了 大家不利于传播 另外大家听的时候 也比较太长了 可能人听不了那么长时间 那我就短一点 我今天就 这个讲到这里 那我这天晚上 我在警察局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明天跟大家分享 明天是里边 好吧 愿神祝福大家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个 我看看有哪些朋友 来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 论务群里开一下 看看有哪些朋友 在我们中间 新朋友 尤其很多新朋友 好 这个 感谢神 好 愿神祝福你 还有我们这个 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上 我们是新朋友 看看 还想听啊 对还想听 那这个 所以我们那几个 同工说 牧师啊 你不要超过40分钟 我现在一讲 一个小时半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太长了 我也觉得长 这个就是这个 我也希望赶紧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个话题讲完的 这个好讲新的话题 我也是有 有这个想法 所以大家可以 聊会天 好不好 那这个 好 愿神祝福大家 那我们明天 晚上见 明天晚上接着谈 好不好 明天晚上我会把这个 《费城》这段 故事讲完 感谢神 所以 这个《费城》 这一晚上 我遇到了很多的好人 遇到很多的好人 都是我们的这个 华侨 来帮助我 所以 感谢神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明天晚上 嗯